郑先生麻烦您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 您拿二等座的车票 您就坐您自保位置好吧 您能不能等一会 能不能等一会 不能 您在这边坐麻烦您配合一下 那您不能也得能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是旅客 你是服务人员 对 服务人员有权要求您 按照您测票座位对号路 我旅客我也有权维护自己的权益 谢谢 不好意思 您的权益已经越急了 越什么急了 我不认为越急 您拿的是二等座的车票 您坐的是特等座的座位 您别磨叽了 那您能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吗 能按照车票上面的等级对号路 行行行 我一会我就过去 行不行 多久 请问您要多久 我不知道我多久 弄完我就过去 您玩游戏呢 能多久啊 一会就完事 那边也有啊 那边也能玩呀 你有完没完 你有完没完呀 不要动手呀 我动手干嘛呀 我就问你有完没完 那我让您对号路做 我错了吗 我一会过去行不行 行不行我就问你 您可以多久 我不知道我有多久 您的多 您的一会是多久 我不知道 半小时之内可以了吧 不行前面就半小时到站了 那我不管 那您有什么不管的呀 您扰乱那车秩序呀 什么叫我扰乱那车秩序 是我扰乱还是你让我扰乱呢 您在这边做是不合理 您如果需要这边做 您请您补完这边的差价 我知道我一会我就过去了 行不行 您如果不需要在这边坐 麻烦您对着您的座位坐 我告诉你我坐车 我是来享受您的服务的 对的呀 不是让你这个态度跟我说话的 我以什么态度跟您说话了呀 那么多旅客看着呀 你就可以忘不做 你别拿手指着我 我指着你怎么呢 我指着你怎么呢 你别拿手指着我 我就跟您指着你怎么呢 那您想怎么样呀 什么我怎么样 我旅客我想怎么样 我想好好的坐着 我想怎么样 您坐您的等级相同的座位 您坐着我不干涉您 您需要坐这边 我一会儿我在过去行不行 请您补完 那你帮我把东西拿回去吧 您看您大了 爷们都拿不动 我拿不动 您拿一小姑娘拿是吧 那你们是服务人员 你们也有传说这个东西 您是旅客 您得按照您的车票座位坐呀 这是您的义务呀 那你愿望就愿不动 看当谁的事 这样啊 您就是这种态度做旅客的呀 您也是这种态度做旅客的吗 那您觉得我态度怎么样了呀 我觉得你态度不咋比 我要投诉你 可以投诉 请您投诉 把你公号给我 欢迎您投诉 公号在这儿 欢迎您投诉 把你姓名给我 什么给您啊 把你姓名和公号给我 我干嘛 我干嘛把姓名证据在这儿呢 是您态度不好 还是我态度不好 您投诉欢迎您投诉 挺有意思